李隆基,作为唐瑞宗理诞的第三子,他的早年充满了传奇色彩,年少时,他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天赋和军事才能,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展露头角,最终攀登到了皇位的巅峰,然而,正是在他权力的顶峰时期,出现了转机,一次颠覆性的决定,纳尔媳妇杨玉环为妃,引发了怎样的波澜? 这位被尊称为杨贵妃的女子,又是如何在安史之乱中成为影响李隆基命运的关键人物? 在李隆基的晚年,另一位女性张良娣的身影逐渐清晰,作为李亨的皇后,她在朝政中的角色和影响力是怎样的? 读历史,您是李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。 唐玄宗本是一代雄主,年轻时运筹帷幄,执掌生杀大权,怕媳妇一般都是普通人的事, 没有听说过皇帝会怕媳妇,可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个例外,他很怕媳妇,而且这个习惯还遗传,他的儿子李亨也怕媳妇,而相比于他爹,李亨怕媳妇怕到最后,连他爹最后一面都不敢去看。 一代雄主纵横天下,最后却落了个凄惨下场,可叹可悲,大唐盛使曾经过多次更替,李隆基是紫诚父位,继承了他的父亲唐瑞宗的皇位。 按理说他是老三,皇位不应该他继承,可他在父亲李旦继承皇位仪式上做出了许多贡献,唐瑞宗在位时非常感激三子的帮助,他厌恶皇室争斗后,就退位将皇位传给了三子李隆基。 李旦是何许人也,大家应该不认识李旦,但肯定认识他的母亲唐朝女帝武则天,李旦的登基之路也非常坎坷,第一次登基没多久,就被他的母亲武则天给罢免了,再次登基还是他的三子唐龙基和自己的亲妹妹太平两人出手,才再次将他扶上皇位。 可李旦也非常有自知之名,他知晓,凭借自己的本事无法登上皇位,尚未没多久,封光了几年,就果断退位,让贤给了自己的儿子,李隆基也是年轻有为,凭自己的能力,从兄弟当中一军突起,夺得皇位。 李隆基当上皇帝后,就面临着另外一个危机,那就是,他的姑姑太平公主,也惦记上了皇位,想废掉他扶持一个自己能操控的傀儡,他的母亲本就是一代女枭雄,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,太平公主也有很强的掌控欲和权力欲望。 可李隆基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,在危险诞生之初,就察觉到,果断出手,在他的姑姑太平公主刚找好人,还没来得及动手之时,就被他以雷霆之势镇压,他的老爹李旦哭着求他饶过自己的妹妹,可他却不为所动,施展铁血手段,斩了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,他不想为自己的留下隐患,李隆基从不会因感情误事。 他是铁血熊主,手段以狠蜡著称,斩了自己的姑姑,此时再没有人敢对他指手画脚,他也开始整治朝堂,施展报复,开始清理朝堂内外,这才出现了之后的开源盛世,他将姑姑安插在朝堂的人一扫而空,还有一直想篡位的为后,他们也没有放过。 李隆基被压制了十多年,在这一刻终于得到释放,坐上这把人人羡慕的皇位,唐朝兴盛时期,曾出过无数大诗人, 诗仙李白,诗圣杜甫,无数著名诗人,白居易,贺之章,屡次报考无名的杜甫,出名后却遇见奸臣当道,受尽刁难,兢兢业业业干了十几年,最后还是一个酒品之骂官,最后无奈,只好离开朝堂,他在洛阳遇到了同样郁郁不得志的李白,两人一见如故,这才有了后世人都羡慕的李杜,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常纯粹,非常令人感动,李隆基虽然开创了开源盛世, 但老虎总有打盹的时候,面对越来越好的国家,越来越充足的口袋,李隆基变了,变得和从前不太一样,他变懒了,他开始享受,放纵,登基后没过几年,一直陪伴他多年的妻子舞会飞去世了, 此时的李隆基非常需要一个心灵伴侣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内心,幼年的遭遇,让他失去母亲,皇家的争权夺势,让他迫切地需要一个妃子来满足自己, 此时李隆基的诉求就是一个能够让他肆意玩弄的女人,来填补他自己的空虚,就这时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视线中, 那就是让他走向悲剧的女人之一,他儿子的儿媳妇杨玉环,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,女人只是李隆基肆意玩弄的玩物,他不顾道德伦理,强强儿媳妇,活生生拆散了一对恩爱的小夫妻,杨玉环尽管出身名门贵族,也无济于事,此后,杨玉环也成了世人认识李隆基的一个标签,杨玉环就像打几一样, 你的李隆基神魂颠倒,曾经的一代雄主,最后落得痴迷于杨玉环,整日不理朝政,杨玉环也成了当时祸国殃民的代名词,也是李隆基不上早朝的原因,李隆基娶杨贵妃一事,不合理智,更是遭到群臣的反对和联名上书,但唐玄宗作为皇帝,他决定的事情,在当时不管有多少人反对,都无济于事,他就是法律,就是一切的代名词,他说的话就是一切, 对于杨贵妃,杜牧还写下一首诗,专门写杨贵妃,李隆基为了搏杨贵妃一笑,在那个没有飞机快递,宝仙的时代,派出骑兵不远千里,为他找来荔枝,只为搏其一笑,杨玉环成了李隆基的门面,一切装饰都为了让自己的更有面子,杨玉环也知道自己逃不出李隆基的魔爪,很听话,一边享受着李隆基带给他的好,一边怀念曾经的丈夫,一边为李隆基 抵挡朝臣和百姓的谩骂,一切罪魁祸首都成了杨玉环,为了让自己能有一个出头之日,他多次为自己的家族美颜,沉迷于温香暖郁的李隆基,没过多久身边全是奸臣,杨家也因此慢慢水涨船高,曾经都要溢出来的国库即将被杨玉环挥霍一空,搞得整个国家民不聊生,李隆基曾为了更好的享乐, 竟把自己的手中的权利全部交给奸臣李隆斧,李隆斧为了能够更好的掌权,直接停掉科举,朝堂上下全是李隆斧的心腹 就连边关的得胜归来的战士们也遭到他的排挤,甚至放权给关外的胡人,为之后的战乱埋下伏笔,看着李隆斧如此风光,杨玉环的家人也是学得有模有样 齐哥杨国中仗着自己的妹妹得宠,更是肆意妄为,让妹妹搬空国库为他行贿,获得更大的权利,就连当朝太子见了这两人都得弯腰行礼,不可一世,可这一切来得很快,去得也很快,李隆斧掌权的这几年,还有杨国中得势的这几年,关外的突厥部落通过发展变得越来越壮大,他开始进关内做生意 积攒钱财,贿赂朝臣,为自己的大业谋划,他开始积攒实力,秘密谋划,在朝中也变成了一个有权有势之人,最后野心暴露,安史之乱爆发 安禄山带领大军杀入关内,跟随内影,里应外合,先是占据洛阳成为大本营,稳定之后,带兵一举杀入长安,可安禄山本就是突厥人,入主长安之后,对于唐朝人自然不会仁慈,安禄山并不相信任何人,肆意屠杀 他的残忍的手段得到了众将士的抵制,最后被手下人联合杀死,安史之乱就此结束,安禄山杀向长安时,李隆基早已带着杨玉桓跟一众妃子早已逃离长安,逃往马为坡的时候,太子李亨早已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不满,他联合大内进军,联手逼迫李隆基亲自赐死杨玉桓,还派人将杨家人斩尽杀绝,此后李亨跟父亲反目成仇,安史之乱结束后, 两人回到朝堂,李隆基已经失去民心,没有人支持李隆基,更没有人为其说话,李亨顺势夺得皇位,将李隆基树枝高阁,收回他手中的权利,李隆基年轻时的用的手段,又再次被他的儿子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,此后李隆基身边的人都换成了李亨的亲信。 心腹,李隆基也无法翻起其他浪花,此时随着杨玉桓去世,李隆基早已没有曾经的意气风发,只能任由儿子发落,此后李隆基开始迷信起来, 听从道士的迷惑,说杨玉桓只是先他一步前往极乐世界等他,等李隆基百年以后就能再次与杨玉桓相见,这拙劣的谎言,李隆基竟没有听出来,反而盲目地服从,开始帮助到家造事,可李隆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最大的危机即将来临,那就是李亨的非平张皇后,曾经一直被唐玄宗压制的儿媳 翻身浓奴把歌唱,父子俩都算是七管言,可相较于唐玄宗,唐素宗更怕他的老婆张皇后,曾经唐素宗能登上皇位,多亏了张皇后和他家族的帮衬才顺利登上皇位,张皇后之前没全没事也是一个善良之人,非常听唐素宗的话,可是仁义得势之后,就会滋生野心,作为武则天的后代,张皇后也非常向往当一个女皇,她开始帮衬自己的家族掌握权势,仗着自己是皇后, 大量培植势力,唐素宗也被张皇后压制,失去权势,成为一个傀儡,唐玄宗年轻时也是一个枭雄,在朝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和能量 她察觉到张皇后的意图后,也想做出挽救,她虽然已被夺权,但还有出入皇宫的自由,她经常在散朝之后,联络百官,希望挽救当前局势 可李隆基的目的,很快就被张皇后的手下李府国察觉,心狠手辣的张皇后,直接派人囚禁了自己的公共唐玄宗,不仅将其身边的人全部换成心腹,而且将她囚禁在身宫,张皇后将其变成自己一个人的玩具,肆意羞辱,就连李亨得知此事都非常害怕,但是她想阻止也是有心无力,眼睁睁看着张皇后作恶,就连唐玄宗死的那一天 唐宗宗也不敢前去看自己的父亲的最后一面,唐宗宗可谓是七管炎的代表,曾经的一代雄主李隆基前半生一世英明,晚年毁在了杨贵妃与张皇后,可悲可叹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